各位 這裡有一篇文章 題目就是 從日本的哈利亞 看所謂的工匠精神 作者是平原公子 古人做事無他世 寂寞豪華皆有義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問題是 題目點題的問題就是 日本 紅本縣的蜆 合理是蜆 佔了全日本79.2%的市場 2020年 日本國產的蜆 銷售量是3111噸 其中紅本縣佔2485噸 但縣本年的布鑊量 跟這個數字相差了21噸 所以問題是 另外21噸是怎麼來的 有人做調查後發現 這是假東西 21噸是中國貨 是中國製造的蜆 漁民將它運到日本 丟在沙灘上 然後掘上來 說這些是我們自己找到的 你看到日本現在的 所謂造假很嚴重 除了蜆之外 之前有一個日本鰻魚 也是由中國入口 然後當作 日本鰻魚賣高價 現在有出現過 另外日本的和牛 被人發現 是把普通牛肉 打牛油進去 然後變成黃牛 亦有這樣的例子出現 是打針打回來的 日本的鋼鐵 亦都被人 暴露出來 說他們的鋼鐵質量 完全符合不了 他們所說的質量 亦都是造假 這造假時一直不停地出現 我們要看為何會這樣 從頭到尾 日本的產品 是否真的 好一點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 中國的產品 為何價格物美 是否有必然性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看看世界人的財富分佈 這是一個金氏塔形的財富分佈 大部份人都是在下面的 少數人是有錢的 所以如果你是純粹做非常高端產品 你的市場之下 符合上面的小撮人 那些人 自然你就希望賣最高價錢 使得 和一般的大眾貨物 分別開來 這個分別開來使得 你的品牌可以有所謂的 牌子稅 因為你的品牌問題 總是你出的東西 別人肯付高價 你要保護這個品牌 但中國大部份的商品 就不是走這個品牌路線 我覺得中國 商品 一樣是要走品牌路線 但品牌路線 和現在的車廠品品牌路線 是應該有所分區別的 這個車廠品品牌路線 可能真正正把整個工藝 推到最極端 有最高的價值 再收到品牌稅 但要做這個 路徑 首先要做得到 從下面爬上來 然後慢慢 你就發覺自己 可以做一些性價比很高 但價錢 不是買得很貴的東西 而去搶佔市場 做大個量 這是一個方法 西方他們發明了另一個 另一個就是 我不做量 我只是做非常好的 手工 什麼品質 這個也可以 但這個一定是 只是針對一個小撮的市場 對整個 經濟來說 對一個社會來說 最大的社會利益 就不是 做這個 高端的 奢侈品牌 而是 是做一個性價比 非常之高的 普通品牌 因為這樣可以使得到 整個社會大部份人 都可以 以一個相對 可以負擔的價錢 得到 是有用的產品 這個 先有用 有用後再說 到底這件事是否最好 最美 一個 金的筷子 和一個木筷子 價錢可能相差很遠 用在上樓 木筷子 比金筷子更加 好用 因為起碼不會 傳熱 它輕便很多 但是金筷子肯定貴很多 在一些小撮上合 小數場合 在奢侈環境之下 有它的市場 但是我們大部份人 會用的 就是一個 實實際 可以 好好用的 一對 木筷子 已經夠了 現在木材比較難 可以轉用 竹筷子 也夠了 做個性價比非常高的 竹筷子 人人可以負擔 用起來 方便 不夠了 這個就是 應該有的 方向 日本在一段時間 在 在宣傳方面 做了一個 現象 認為自己的 價錢 不低 而它說它自己的品質很高 推向高的品質入面 但現在在中國 大量性價比非常高的 產品衝擊之下 這些企業 面對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能否真的在上面 繼續向上推 使得它的性能更加好 而不讓下面的人追上來 你一定有些東西領先 領先別人 使得別人覺得 可以給這個價錢 更加貴的價錢 大家可以 想像一下 我們用 相機來說 現在 大部分的相機 停留在大約 200萬至300萬像素之間 當然現在有部份的相機 例如Husselberg那些 它推上去 400萬 甚至500萬像素 甚至到現在 有些人在說億 已經是4億5億 的像素 但是 它的價錢離開我們普通市民 的差很遠 現在目前大量的牌子的相機 都仍然留在 三四百萬之間 甚至最多的是 400萬像素 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 已經對大部分人來說 是足夠應用 尤其是如果我們 拍照是網上用的 亦不需要去到 那麼高 但是 推到那麼高 有它本身 的好處 譬如你 將它變成了印刷 印刷的大幅畫 大幅畫上面 就可以非常細緻 在一些特殊場所 譬如是 做大型廣告之類 就真的可能出現 非常高 像素的 相機 所以它 有它本身的特定市場 因此它可以 愛高價 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 在下面 這些相機 現在也慢慢追上來了 正如我所說 在一年前兩年前 大部的相機都停留在大約 200萬像素 現在已經可以有很多 相機追上的300萬像素 400萬像素 可以出現 換句說話說 你上面那些相機 在做400萬像素 500萬像素 它要繼續向上推 要上 億像素 這件事 這個過程 你要在高端上 維持位置 你一定要 不停投入去研發 這個成本是非常高的 當你的國家有力量 有人才 你可以做這件事 但當你的國家的經濟開始慢慢慢慢沉淪 現在我們在說 日本已經損失了 目前來說30年了 會不會損失40年呢 現在很多人都說 日本再過一、二十年 連亞洲死小龍都不及 原因就是 國民生產完全沒有辦法向上升 現在國家的 費用支出也不便宜 所以這是現在 在日本 大部分 產品面對的非常大的難題 近年剛剛聽到就是Canon 街能 亦都要關閉在中國廣東省某一個 相機的生產廠 因為 他認為他的新相機業務 可能要 萎縮 這個 面對就是現在的問題 因為 有其他的產品 對相機 產生競爭 譬如現在 很多手機的 攝影效果 加上手機上的智能 使得攝影效果是好 比相機好多 人人都要打相機 很方便 結果 相機這件事 慢慢慢慢 就可能真的被淘汰 在 以往來說 他佔領了 那個 產品的頂尖 現在 他 當世界前流改變的時候 這個產品本身 那個 吸引力 慢慢下退 如果你繼續保持高價 這個維持的位置 你如何可以 有足夠的投入 現在這個就是 日本 出現的問題 故此 他們的解決辦法 有兩樣 一個解決辦法 繼續維持 是一個 高端度 一直到 終於 熬不住 死為止 這個方法 另一個就是 造假 騙你們 用原本的產品 將它 說好了 來賣 騙你們 這個就是 現在 日本 大部分產業 面對一個重要的 挑戰 這個挑戰 來源在哪裡 來源就是 被美國打壓之後 整個經濟 一直都沒有發展 在沒有發展之下 他們 產業 自然都沒有辦法 跟著 大浪 一直發展 這個也是 剛剛今天 做一些跟大家說的 為什麼在美國會出現 有 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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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喬布斯 原因就是完全是這件事了 你如果騎到浪的話 自然 是很容易 可以向上去 你騎不到浪的話 就很難搞 問題是 香港的樣子 香港朋友 想清楚 現在的浪在哪裏 你找到發展點 跟著浪走 路很容易走 但如果走錯路 就很難 可能很艱難 而有一個就是 我剛才說的這些大日本牌子 他們進入了一個 不能放棄目前的產品系列 因為現在仍然在賺錢 而在新的產品吹出來時 譬如手機這方面 他們亦錯過了 不能進入市場 因為在這些產品開始做的時候 自然是低端 他們可能會覺得這麼差 就像當年的奧達 奧達出菲林 賣得很好 他們是第一個投資 做了一個數碼相機出來的 當然在當年的數碼相機 我們說的是 萬多個解像度 跟今天的數百萬的解像度差了大 自然就跟A-Phylum來說 沒得比 因此它做了之後 沒有再投入 而這個數碼相機一直停滯 一直停滯 一直停滯 直至慢慢 CMOS的採閘 即採閘的元件 慢慢慢慢追上來之後 就開始在日本 因為它的半導體問題 就開始出一些數碼相機 我記得我第一部的數碼相機是Minota 但現在已經沒有了 當年數碼相機的解像度 還未足夠100萬 但今天我們已經不知道 在說這些數字 而好像街能這些 他們能夠適時轉過來 由相片相機 繼續延伸去做數碼相機 所以日本有幾個牌子 繼續生存下來 但現在他們面臨的競爭 就不再是相機 面臨的就是來自手機 大家手上拿的 好像蘋果或者華為 或者其他很多手機上的 影像的質素是非常之高 可以直逼相機 所以相機的前途 現在正在走下坡 現在相機的前途 大家看到走的路是很奇怪的 就走譬如Action Camera 運動型相機 或者走一些有Stabilization 就面對了另一個不同的市場 做視頻這班人的市場 但現在我們知道在做視頻方面 有很多人是用手機做的 就搞定了 不需要用相機 因此現在整個相機行業 面對一個問題 這就引申出來 日本現在擺盤產業的問題 而 我們看到日本的造假 這是冰山一角 我們不要再盲目認為 日本的產品一定好 其實是他們的銷售技術好 但現在他們自己逼到自己一個階段 現在就是向前走 不夠錢 向後走 已經失了先機 也不會投資下去 大家明白了 唯有在現在的情況下 要不就死撐 撐到什麼時候 要不就是 做假 現在的現實就是這樣